如果预算3000多的话 选择苹果来款笔记本比较好事 我想就是一五款的婆罗840或者839了 那么在华江北有什么行情 我们去一趟究竟 老板有没有840 这来是刚才发责在微信上说的是吧 我准备好的是吧 这个橙色怎么样 我要好一点的橙色 跳出来的是吧 来 你先给大家看一下橙色吧 整体的外观先给大家看一下 他都要一个量级啊 你看下就这个地方的话有一点有一点气味的小科啊 来 其他的各方面还挺不错的 整体还可以 前面我们很多期的视频都说了80年的一个配置 然后现在的话 我们还是再来说一下 简直这个关于这里 看一下8加256g的一个内存啊 凉理器的处理器 然后的话 再看一下电池电池的话很多人是比较关系的 像这个机器的话是2015块的破了840 电池的话 这里可以看一下屏外的速度是89 但是这个机太老的原因嘛 这个电池的话应该是换过的 但是听粉丝已经说了他能接受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机子的一个屏幕有没有什么 按并不是说屏幕有没有亮点 从这个颜色里面可以看一下 大致上全部看一下 机器的话全部都是没有 没有亮点的 840这个机子的话 很多人为我能不能玩游戏 在很多期的视频 我们之前都说了80年的话是并不适合玩游戏的 因为他要装 微软的系统的话是比较的发热 办公剪辑还是挺ok的啊 办公的话就用他的住戴着苹果的系统就行了 呀这个是实战的他听到一个屏幕 大大地方就是这么大吧 也不是很大 好吧 就这样吧 老板多少钱 你们优惠一点都 这也比较好 然后这个价格也比较优惠了 其实还可以 就跟你刚才看了一样比一天点 差的 差的就差的应该就少两个块钱左右 回去差不多这个多少钱 那我这都来了这么多次了 一百能不能少少不少的 因为我都是卖3500的 三千步都没必要了 那就拿一对块的了 这里还有一点啊 这里还有一点点 还有点点 它都在下面不太明显 你把电脑这样放的话都看不清楚的 好吧 那就这个吧 来给我做吧 哪个带你看一下 然后这个有什么东西送 这个这个收入有多久 啊 最后一个月是吧 好吧 那就这样吧 我已经转好了 你帮我装一个 双系统 我等会过来了 好吧 大概多久 好了 先这样吧 啊 ok 这一台是刚拿回来的 现在帮他测试一下功能 以及装几个 软件840是8加256g的 839的话是8加128G的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点赞关注火狼哥 我们下期不见不上拜拜